是電動車耶 對啊電動的 我第一次看到 純電 對啊沒有聲音 這種台子 這個LG-GA 好現在我們來到充電站 這個充電站是CCS-1 CCS-1就是支援這台車的規格 到充電站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 我們KILIS的鑰匙拿出來 鑰匙呢 它本身 它有一個鑰匙 這個鑰匙 直接把坐墊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它的充電口在這裡 就看到了 好現在我們要直接來做一個充電的動作 好 它充電必須要先用手機掃描充電樁的條碼 好 掃描條碼 掃描之後呢 它會顯示 你要用信用卡還是什麼樣的付款方式 好再來呢 就開始充電 好充電樁的部分呢 把充電的接口拿出來之後 它有防袋設計 這個防袋設計 直接把它卡上 好卡上之後呢 車子的儀表板就會開始作動 好 車子儀表板的部分 它是告訴你說 現在準備要充電 它有一個顯示 當它出現一個電池的時候 就表示它已經開始充電了 它正在跟充電樁做連線 好 一切都可以在你的手機APP上面看到 所以非常方便 好 目前我們顯示的螢幕上面看到是 電量是62% 那我們要充到90% 因為電動車啊 你要充到100% 所以有點困難 因為到90%的左右 它要再往上充的話 它因為安全機制 還有某些原因 它可能就沒辦法一直充上去 所以90%到100%很慢 所以我們就充到90%就好了 目前是63% 那我們等一下 稍等一下 大約時間應該是會在20分鐘左右 這個充電座的插頭啊 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很像那個卡通動漫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那種充電插頭 它背後有個插頭 但是當年那個動漫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電動車 所以我蠻懷疑它這個造型啊 是跟當年那個動漫的那個設定啊很像 所以看起來還蠻有趣的 剛剛63% 然後去買個咖啡 差不多應該過了10分鐘吧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充幾%了 現在已經79%還蠻快的耶 騎這台LGGA的電動車啊 其實我覺得 在山路騎乘的感覺還不錯 因為它的路感 它的懸吊的關係 它前後懸吊都是Olinx 所以它給騎士本身的回饋啊 路感非常好 基本上 這種車啊 在市區在山上騎啊 它的懸吊都足以應付 所以 以它的售價來講的話 這樣的配備算還不錯啊 那電動車最主要是 有人會說 還要充電還要做什麼 其實這些都是 習慣 使用上習慣的問題 當然充電站越多越好 像Cocoro這樣子 這個部分就要看廠商 他們建構的那個充電站的位置 但沒有那麼多充電站的時候呢 要怎麼規劃 電車騎士 基本上你要出門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那個電量的消耗是多少 當然我們要規劃這樣的一個 充電的規則 包含環島 你就要去看一下 它充電站的位置 到底在哪裡 所以在旅行 長途旅行來講 並不是不能達到的 所以這台車 基本上來講 它在電源的控管上 其實也做蠻多 不錯的控管 你在騎乘的時候 它包含回充 包含你在騎乘的那種 模式的選擇 它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它的儀表很多功能 它的儀表左右切換的時候 都有各種不同功能 包含它電量消耗 還有它的剩餘里程 還有你現在的里程數多少 它都會顯示出來 今天古關的天氣非常好 真的非常棒 我自己本身蠻喜歡騎古關這條路的 也是因為古關這條路呢 它車子不多 我們都是平日來騎 車子不多 那在騎乘方面來講的話 又很舒服 它的路算蠻寬的 它也沒有髮夾彎 那種很極限的彎 所以目前我的速度呢 算是輕鬆騎 再來就是電車的一個 馬達的聲音 剛開始你會覺得不習慣 因為它算是蠻高看的那種聲音 尖銳的聲音 它沒有引擎帶來震動 所以在速度的感知上 要注意的就是 當你在騎乘的時候 你的電門轉下去的時候 一下子就到100了 它加速度很快 所以你必須要去稍微注意一下 那種體感 告訴自己速度已經上來了 因為我們在騎一般油車的時候呢 你會知道說轉速拉到多少 然後車的震動到多高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告訴自己說 儀表板要看一下了 所以電動車它加速真的非常快 我第一次騎到電動車加速 很快的那種感受是心 雖然它是比較小台的電動車 但是它加速比一般的 125、150的速克打還快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在加速上的體感呢 每位騎士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這樣的一個感覺 它一下子速度就拉上來了 現在古關台8這條路真的很漂亮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左右它那個景色啊 非常的美 那這邊基本上來講的話 路邊也有一些停車場 可以讓你停下來休息 這麼快 從中不經時看到底下 好 我今天騎來台8這邊 我覺得這台車讓我的感覺就是整個輕鬆寫意 那像這樣的電動車呢 基本上它的外型已經非常成熟了 那我們以往看見的車子 電動車早期看到的都是設計外觀比較簡單一點 那種設計外觀可能沒有重車的感覺 但是這台車它整個霸氣接車感 還有它的運動騎士三角真的非常棒 然後讓你感覺就是騎上這台車 你會一直想騎出門 雖然它是電車 但是我覺得充電的這部分我剛有說過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充電的話 你好好的管理規劃充電裝的位置 甚至在家裡充電它都有那個配件 所以呢這台車子讓我騎完之後的感受就是我非常喜歡 當然它的售價也許會比較高一點 但你想想看在油耗部分你能省 再來就是車輛的保養上 一般來講我們的油車大保養 其實都需要多花一點錢 那這些保養都不用你擔心的情況下 你只要換來令片 或是一些輪胎啦 這些外部件的一個魔耗 這些東西來講 要換油的地方可能只能換到煞車油 它沒有機油 所以它對於我們往後的一個 耗材的花費是非常節省的 然後再來就是充電的部分 充電的部分其實它並沒有說 你想像它要充很久有快充戰 其實那個只是10到20分鐘的事情 譬如說你騎了一趟旅程 差不多騎100出頭公里 那它耗損的電量其實剩餘的電量 還都會有在40%左右 當然還是要看你的黃金右手 那這台車呢 我們現在大概來看一下 它的懸吊基本上來講 都已經做得很好 包含一些小部件的一些地方 好 街車的霸氣的胸蓋 再來就是它的鋼管車架 那車身本身的配色紅色的 又代表熱血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車燈它是那種 比較有仿生那種怪獸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看的就是 這台車它本體 它整個的造型非常俐落 它並不像之前我說的電動車那樣子 可能看起來就沒有那種霸氣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這台車 它可以讓你慢或快都可以 它可以讓你輕鬆騎 你不需要說在低速的時候 它油門控制很難控制 它電門其實很輕柔 你拉一點點它就給你一點動力 但是你要快速的動力 它馬上就可以給你 它不拖泥帶水 所以這台車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在這幾天的騎乘下來來講 在過彎上我也覺得它是非常舒服的 那基本上它的重心比較低 所以你在過彎的時候 其實它給你的感覺就是很順的 就入彎出彎 再來就是它有加溫把手 加溫把手跟定速 這個電車這個功能都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台灣算是寒冷的氣候比較極端 所以當你在高山上行駛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考慮到有沒有加溫把手這個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這台車它的配胎 基本上來講都跟一般的油車一樣 它外觀包含煞車系統 懸吊系統都是跟油車一樣 以前我們就想說電動車它做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好像就是不像重機 但是它現在外觀配置 包含Cogoro也是一樣 它盡量趨向我們一般的油車 因為你趨向一般的油車 你在保養在改裝上來講的話 就會比較好做連動 那其實它懸吊我覺得是不用改的 它已經做得很好 那可能就是它的避震器 你會覺得它要避開電池跟馬達 所以它坐在後面搖臂的上面 這個是蠻特別的地方 但是雖然它是這樣設計的 但是它不影響它的騎乘 它還是它的懸吊的部分還是做得很好 好這幾天呢 跟這台電動車相處 以前在騎重型機車的時候 其實沒有料想到有一天會出現這種產品 這種高科技產品 就是吃電的 那這樣的車子呢 基本上來講 在騎乘的那種感受啊 都是應該說沒有很躁動 在它的引擎的那種運轉的 油車的那種感受完全沒有 所以呢 騎了這台電動車呢 感受它充電啊 騎乘之間的一些部分的樂趣之後呢 再回來騎自己的這台Tracer吃油的車 你就會發現 我的車的加速呢 變得沒有那麼的暴力 但電動車基本上來講 它的瞬間加速一定是比油車來的快 所以呢 在騎回這台Tracer之後呢 我的感受度馬上 360度的大轉變 這樣的轉變呢 不是在於它的外型或騎乘感受 而是在於引擎運轉跟電車之間的那種拉扯 所以 在騎完這台LGGA之後呢 我就會覺得說 它的安靜程度真的是很棒 然後 騎乘的感受也很好 最主要是在於說 我如果能夠在這台車上得到的樂趣呢 基本上還是有跟一般油車不同的地方啊 那也許你會說電動車還不成熟 其實普遍的市面上的電動車已經賣了幾十年了 純電車呢 基本上它已經做出來了 那這麼多年來 包含台灣的Cocoro 當然就是我們在騎電車的那種 不一樣的那種騎乘體驗 好 那現在騎回我的車之後呢 我就覺得 那個瞬間加速感還有那種 像現在的停紅綠燈 我的引擎就有點燙 當然這部分就是電車它的優勢 它這樣靜止下來的時候 它是很安靜的 它沒有任何聲音 它也不會產生什麼熱能 那加速來講的話 它的加速是很猛的 那我們不能說油車加速不好啦 但是就是那種感受度 體驗下來 你去做比較就會有差異 那當然油車就是我們在騎的時候 引擎的震動啊 轉速啊 聲浪啊 都會給你直接騎士的體驗 當然未來充電裝的部分 一定也會增加 它不會減少它會增加 畢竟 電車越來越發達了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比較不用擔心電裝的數量啊 那可能比較擔心的就是 如果充電裝都在市區的話 那郊區的充電裝少 那車友要往郊區跑的意願就變少了 所以如果能夠在山區、郊區、海邊 的充電站能多一點 那當然這台車我選購的意願就會增高了 當然啦 希望有一天我能入手這台電動車 希望有一天我能夠 擁有這樣的電動車 然後去騎乘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創業生 未來會繼續拍一些 有趣的車輛跟大家分享 感謝您 掰掰 掰掰